红星新闻报道,红星新闻又援引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 俄罗斯社会组织俄罗斯军团主席谢尔盖利波沃伊少将称 乌克兰试图在5月9日出动无人机对莫测科进行大约100次袭击 其中一些无人机被俄方摧毁 还有一些个被电子作战部队干扰了 大毛泽的话也说一说也就听一听就好了 乌克兰可能暂时还没有能力大规模的队伍 莫斯科进行袭击 这是第一 第二好像他们的援助也不支撑 也不能支持他去莫斯科搞事 也就是援助国如果他这个搞到莫斯科那里去 援助的东西可能会被减少 所以说即便乌克兰有能力搞到莫斯科也未必搞的